皮笑人生 哈囉大家好 我是Kiki 我知道有蠻多人都是從我的演員介紹系列才認識我的 但是我平常看了很多的電視 電影 甚至是實境節目 非常非常多 我有很多的心得也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呢 我就想要開一個新的系列 叫做我看了什麼 那啟發我做這個系列 也是今天第一集要來討論的這個作品呢 就是璀璨帝國 Bling Empire 先說我知道有很多的忠實粉絲 我自己也是粉絲啦 只是因為我太喜歡了 所以才會深入的去找了這麼多的資料 才驚覺 那先快速介紹一下這個節目在幹嘛 簡單來講呢 就是 《瘋狂亞洲富豪》的真人版 然後節目的成員是一群住在LA 比伏利山莊的亞裔富豪圈 有人的家庭背景是軍火商 然後專門賣炸彈 槍枝等等武器給政府機關的 甚至也有人的老公是 宋朝皇帝的後代 當然也有很多是 富可敵國的企業富二代 所以觀眾除了可以滿足好奇心 看看上流社會的日常生活長怎麼樣之外呢 節目也記錄了很多成員們的 不管是感情 親情 甚至是友情的一些故事 來增加很多的看點 所以今天呢 我就整理了幾個事件 是在節目上看不到的內容 甚至是爭議點 首先來討論一下劇中的唯一窮人 好 大家可能會有點震驚 因為 Kevin其實在璀璨帝國裡頭 他是以一個平凡人視角 來看這個富豪圈的花花事件 在節目上他也有說自己是因為搬到LA認識Ken 然後Ken再介紹給他的朋友們 大家才會彼此認識的 那這個人到底有多平凡呢 Kevin說他是在LA住在一個 需要跟人家共用衛浴設備的一個雅房裡頭 然後月租大概是一千美 他講這個一千美的時候 還被他的其他富人朋友說 這裡有一雙鞋都還不夠呢 所以當Anna送給他一雙Dior的鞋子的時候 Kevin就非常非常的感動 非常開心這樣 但自從節目播出之後 Kevin就被翻出來 他其實擁有一間娛樂公司 而且在裡面擔任CEO 然後英國有一個網站叫做The Tap 他就估計Kevin的身家高達 一千九百萬美元 折合台幣大概是5.36億 所以就開始有很多人就覺得 蛤 原來你是在裝窮是不是 所以對此呢 Kevin在幕後的採訪 他有提到就是說 我其實不在意賺錢的事情 反倒是希望可以讓我自己的故事 去鼓勵很多的人 總之就是沒有正面回應啦 那他的人生故事 確實也蠻不簡單的 就是除了在節目上面 Kevin有提到說 他是被一對白人夫婦領養 然後因為從小是亞裔的身份 所以他就飽受歧視 後來一度沉迷藥物還有酒精 是後來在接觸了健身之後 他才慢慢的恢復自信 還成為ANF的第一個半裸亞裔模特兒 就是為什麼他就一直不穿衣服的原因嗎 我也不太確定 反正呢他在2012年的時候 因為壓力太大導致禿頭 然後他那個禿頭是鬼剃頭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圓形禿的那種頭髮上 然後中間就有一個圓圓的這樣 所以嚴重影響到他的模特兒事業 後來他是慢慢調整好自己的身體之後 才又重新回歸模特兒見 並且成為健身界的超級KOL這樣 但我覺得有點小失望的是 我懂節目需要一個平凡人的視角 去訴說一般觀眾想要講的話是什麼 但是後來發現Kevin其實也就是不一般 有點被欺騙感覺 就有點小失望 而且Kevin在一次的採訪裡頭 他其實有說到 璀璨帝國是因為原本的某一個角色 臨時決定他不要出演了 所以他才被找進去加入這個節目裡頭 不知道這個角色的定義是不是就是指窮人呢 這個事件的起因呢是某次Anna 也就是這個節目裡頭最有錢的 軍火商富好幾代 他有一天就心血來潮 就是找他的朋友們一起到家裡的庭院做那個口腔按摩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Kim Lee還有他的朋友Gaytan 居然在Anna的房子裡頭到處亂跑 然後還殺進一間臥室 發現那間臥室裡頭的浴室有一個飛機杯 欸其實也不能講飛機杯啦 因為他叫Penus Pump 然後我今天有去找 他其實是陰莖吸引器 就好像可以去幫男生鍛煉 反正總之就是情趣用品 然後因為他濕濕黏黏的很噁心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情趣用品丟到窗戶外面 然後好死不死就丟到庭院 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為此Anna跟Kim就是有點發生爭執 但照理來講不是應該要馬上跟Anna道歉嗎 我覺得Anna一定算很大 所以我就說請你離開 當下的話我應該就是直接發飆 因為我看到這一段的時候我就很生氣嘛 就覺得Kim真的就是一個沒教養的小公主 我原本很愛她 因為她身材超辣 然後又DJ girl這樣子 但是呢其實這個是有真相的 Anna在幕後接受採訪的時候 主持人就有問Anna就說 那這個飛機杯到底是誰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想知道是誰的 所有人都在猜是不是那個Floren 就那個法國小帥哥Anna的智友 然後結果Anna就說 她其實在節目拍攝的時候 還有一群朋友住在她家 只是沒有在節目上露臉 然後她當下就是都沒有去回應說 這是到底是誰的 是因為她覺得她對她的朋友很抱歉 Anna就算是保護朋友啦 所以才會這樣子 所以我瞬間跟她打圈粉 很照朋友欸 而且她處理的態度我都覺得是蠻好的 有沒有很尖酸刻薄的一直針對Kim 不一般的智慧啊 怎麼可能跟Christine能比呢 Kim其實後來在接受那個飛機杯事件的訪問的時候 她有自己承認她就說 我當下真的是不覺得這件事情有什麼值得對我發火的 可是她透過節目播出之後 她才就真正感受到自己有多白目 接受訪問的時候她是有道歉的 就也看得出來她的誠意啦 然後再來就是很多人在討論Kelly還有Andrew的感情狀況 在這個節目裡頭Kelly還有Andrew是一對非常恩愛的情侶 只是他們恩愛的過程就是有很多的問題 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Andrew她有很多的情緒障礙 所以她會一股腦子一直對Kelly發飆 然後Kelly身邊的朋友包含Anna 他們就覺得這個男人母湯 這麼糟的男人你幹嘛還要 而且她還會隨時罵你 就是反正她的朋友都不是很贊成他們兩個在一起啦 好我先講一下 這對情侶呢我真的是不予置評 因為首先我有點贊編Andrew 就是我懂她那個情緒障礙是不對的 然後她當然也是想要改變 所以他們兩個才去接受那個情侶諮商 可是這是到底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Kelly為什麼要在每一次的聚會頭 在Andrew面前大聲的去討論他們兩個之間的感情問題 我覺得作為情侶 我會滿不爽就是我們的問題 為什麼一定要一直經過別人的鑑定 就算今天我要跟別人講 就我跟男朋友之間的問題好了 但我也不會在男朋友面前去跟我的朋友講 所以她到那個 就是她跟Anna去法國Shopping的時候 她不是就開闊音嗎 就是直接播給Anna聽他們吵架的內容 我心裡想說我就算跟男朋友吵架 我也不會開闊音給朋友聽吧 可是她真的是節目需求她才需要開闊音 讓節目收得到聲音吧 對 前三天的時候有一個新聞就是 Andrew在社群媒體上面就有說 其實這整個節目 她都是有拿到台詞 拿到劇本的 然後她就很像演員 她必須要照著那個情節的發展去演繹 他們想要的情節 所以當她看到正式播出的時候 她覺得超不公平 她確實說過那句話 還有那些事情 然後Kelly跟Andrew其實是一起合拍那個幕後採訪 然後Kelly就有說就是真的 這是對她來講是不公平的剪輯 把很多的視角完全塑造她就是一個壞男人 被大家唾棄的一個角色這樣子 重結就來了 Kelly其實是璀璨帝國的製作人 所以我就覺得 這是為了要增加觀眾的可看性吧 所以妳覺得他們實際感情還蠻穩固的 然後為了炒一個東西出來 沒有我覺得他們應該是一定會有一些問題 因為我覺得每對情侶一定都會有自己的問題 可是有沒有這麼誇張 或是這麼drama的劇情走向 我就覺得這就是腳本 然後當然Andrew他自己就講說我就是有腳本 然後他就很憤恨不平想說 我很像被英倫 而且我覺得最妙的是 Andrew還有講的是 Kelly的那些朋友 都是因為根據節目敘述給他們 就是Andrew做過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再去發表評論 所以我覺得對Andrew來講 應該算是蠻不公平的 就很像是要刻意炒作的感覺 但我還是站邊Kelly跟Kevin Kevin會找到更好的那個歸宿啊 啊哈歸宿就是Kim嘛 因為第八集的時候 Kevin其實跟Kim有那個sparkle在 他們有嗎 我覺得他們只是因為都剛好在找父母 他們那個只是一個夥伴的關係 我覺得他們沒有sparkle喔 沒有 你真的很厲害 他們幕後接受採訪的時候 其實主持人也有問到就說 所以第二季是主要focus在Kim跟Kevin的這個戀情嗎 Kim他就說喔Kevin K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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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那樣但我知道他太多的感情世界了 Kim就說什麼他就是無話不談的那種朋友 反正就是他們連幕後採訪都曖昧來曖昧去這樣子 Kevin就是一如往常的撩人 他就說他那麼high就是怎麼可能不可能 然後大家就wow然後Kim就說 你從來沒有這樣跟我講過 Kevin甚至說出了一個我覺得蠻讓女生會動心的話 我不想在他最脆弱的時候趁虛而入 我想要就是真的喜歡他我才做這件事情 所以要邀他去他家做雙餅嗎 啊我不是 我覺得如果有第二季的話他們兩個應該是會有發展 其實很有趣的是在這個幕後採訪的時候 大家都說你覺得第一季是Christine贏了還是Anna誰 每一個人都說Anna是壓倒性勝利啊 誰會想要去惹一個軍火傷啊 但其實Anna她是美國俄羅斯日本的混血 她其實好幾代以前就已經是非常非常有錢的人之外 在Anna爸爸過世之後她和她弟弟就把他們的那個公司賣掉 所以Anna才會這麼的有錢 但是很多人都說有點笨為什麼要賣掉 不繼續投資下去 我也是這樣子覺得啊 但是其實大家也不要看Christine感覺很瘋瘋癲癲 然後每天都陷於就是我跟Anna之間的貴婦戰爭 Anna根本就沒有把她當敵人 但我覺得她其實蠻厲害的是 Christine的社交手腕其實很強 就是連什麼英國我忘記是查爾賽還是哪個王子 都是她的朋友 他們家也常常贊助奧斯卡的什麼開場派對 喔大家知道嗎就是Christine在還沒有整形之前 其實超漂亮的我放在這邊 這是她原本長的樣子 就是她其實是一個天然系美女 我不知道就是現在的她真的是看起來是皮膚比較緊緻 但我覺得相對的你也看得出來有點不太自然 在2021年的採訪裡頭 Christine有講說她其實最近才剛跟她的爸爸和好 如果有要拍第二季的話 她不確定會不會把跟爸爸和好這個過程拍出來 因為就連生小孩這件事情 就是老公不能生然後他們要去找代理孕母這件事情 她的親家母都其實不知道這些事 播出來的時候反應是什麼 她就說她每天都在確認她的那個公公婆婆有沒有載Netflix 因為她不想要讓他們看到 然後她覺得最妙的是自從這個節目播出之後 她說全世界代理孕母都跟我說 我可以幫你生 應該是太有錢啦 算命的說沒有輪委的話她其實會生五個 不知道但我覺得 如果她沒有生其他小孩的話 BABYG應該就是一個超級小皇帝吧 我真的是抱持著懷疑 除了剛剛有講到就是Andrew有說他們是有拿劇本的 我覺得有很多的橋段都就有點太刻意了 最後一集 Kelly穿著禮服跑回去找Andrew 然後Andrew打開門那個畫面的時候 我覺得太Gossip Girl了 另外有一點就是 其實我覺得她有一點被誤化了 就是她其實是一個蠻有想法 而且對時尚非常非常有自己獨特見解的一個女生 但她在裡面的形象就好像 只是為了買衣服而存在的一個生物你知道 然後Jamie就有講 在這個節目裡頭根本不是真實的她 她是收到劇本 要她講的這個台詞 所以她覺得 這不代表她本人 其實之前 美國還有一個實境節目叫做 比逢利交際 她已經拍了好幾季了 然後她也是在記錄著比弗利山莊的這些名媛 就是生活是如何 但我覺得她的拍法跟璀璨帝國是完全不一樣的 璀璨帝國她比較是有劇情性 比逢利交際她是蠻生活紀錄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富豪們的一些生活小細節 包含她們做菜也好 或是家人之間的互動 璀璨帝國一直很focus在那種華麗的party啊 或者是討價上面 兩者相比的話 我反而會覺得比弗利交際對我來講比較像真正的實境節目 然後璀璨帝國的話就是蠻娛樂性的這樣 但不管如何啦 反正她就是只是一個娛樂性的節目嘛 所以大家看看就好 不要影響自己的價值觀 我們不能亂花錢的 那反正今天的整理就大概到這邊 不曉得大家最喜歡的是哪個角色或是哪個成員 尤其是讚編Anna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叫做 我看了什麼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看 就是你們還想要看我討論哪一部夯劇或是實境節目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Answer和Facebook喔 我們下集見 掰掰 今年還有去年不是大家都遭受COVID-19嗎 Kent在幕後採訪的時候她就有說 COVID-19之餘Anna好像是不存在的事情 因為沒有任何一家店為她關筆了 財富排行榜 第二名是Sherry和Jesse Sherry和Jesse賺了2億美金 然後第一名Anna Shake 6億美金 折合台幣大概是169.5億 富可敵國